生前为中国天文视野鞠躬尽瘁 走后毕生的心血却被遗花揭幕抹黑造谣 曾经火遍全网的中国天眼 以这样悲哀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舆论的视野中 最近很多的官媒都在转发一则辟谣 说网传一张贵州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 沦为垃圾场的照片 其实是遗花揭幕 真正废弃掉的反而是美国的阿雷西伯望远镜 而中国天眼不但运转良好 每年给当地带来上亿元的旅游收入 覆盖了大部分的运维费用 还有大量的国际天文学者到访 把贵州第一次变成了国际天文学界的研讨中心 长远意义不可估量 其实这也不是天眼第一次被抹黑了 前两年也有谣言说 西方专家联合要求关闭天眼 理由从信号污染电磁环境 到给外星人暴露地球位置 说什么的都有 实际上第一个向外星人发射地球位置 人类基因信息的也正是美国的阿雷西伯望远镜 其实天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 当年正是受了阿雷西伯望远镜的启发 才下定决心筹建中国自己的天眼 1969年开建的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 曾经是全球第一 在NASA的地位甚至高于阿波罗登月计划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 它的地位就迅速的下降 尤其在2000年后 美国债台高筑财政紧张 捉襟见肘的NASA不顾学者的反对 削减了阿雷西伯天文台的经费 交给私人财团去打理了 结果遇到了2017年的飓风 和2020年的两次电缆事故 最后彻底的沦为了废墟 而同时期中国天眼却走上了同样曲折 但是结局截然相反的道路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提议 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 要建造新一代的射电望远镜 南仁东也是受到了阿雷西伯的启发 对咱们中国代表团们说 我们也要建一个 但是国内既没钱也没技术 学美国建天眼无异于是天方夜谭 但南仁东却果断放弃了在日本国立天文台 300倍国内年薪的客座教授 踏上了立项筹款的漫漫长路 南仁东生于1945年 是吉林辽园人 高考吉林省的理科状元 清华无线电系的学霸 60年代的时候 政治人类通信技术的大爆发 他年轻有为前途光明 可却偏偏选择了和星空作伴的天文学 后来他坐着火车去荷兰做访问学者 兜里没钱了 就在路边卖画筹钱 就这样接连辗转游学多个国家 参与甚至主持了十多次 大型的全球性的天文观测活动 一步步名声大噪 被日本国立天文台高薪聘请 却也让他意识到了 国内外天文学研究方面的差距鸿沟 1994年 南仁东回国筹建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为了选址 他翻遍了打小山川 路途惊险甚至遇到了泥石流洪水 九死一生 忙碌的时候在野外烤玉米冲击 终于在贵州平塘县大窝荡 找到了一个四面环山的大圆坑 为了筹措资金 南仁东抱着厚厚的立项计划书 自掏路费 带着团队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去谈 国际会议是一个没落下 但资金补助申请的却被一次次的驳回了 整个团队就像个盖帮一样 这边两万那边五万 甚至还被开空投支票 搞得男人东左右不是人 国际上也是冷嘲热讽 天眼大而无用 早就过时了 天眼肯定有始无终 国际同行也是爱莫能助 项目绝对可行 但只有口头上的支持 毕竟当时NASA也削减了 对阿雷西伯天文台的资助 美国科学基金会更倾向于 把资金用在更新的仪器上 直接取消支持 令各国天文学家是大失所望 但幸运的是 经过13年努力 天眼项目在2007年7月 正式获得国家立项开建 男人东的丐帮 也总算成为了正规局 由于天眼工程涉及 天文学力学 机械土木 地质无线电等 几十个专业交叉 复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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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